午秋後第一波冷氣團將在明天報導 降溫泉臺遊感 在宜蘭太平山上 已經有不少遊客感受到強烈的寒意 紛紛來到這裡泡溫泉 山莊房間 現在定房率呢 更是高達九成 明後兩天 低溫可能會只剩下兩度 體感溫度會來到零下一度 熱呼呼 溫泉水直衝身體 高溫中不斷冒出濃濃 白煙熱氣搭配富含 礦物質的淡藍色泉水 光看就超夢幻 北台灣持續降溫 宜蘭太平山 糾織者溫泉 湧入不少泡溫人潮 我今天去走太平山的步道 然後走了大概將近三萬步 所以就是晚上來這邊泡溫 這是既定行程 所以不管有沒有含有都要來 民眾直衝太平山 就是為了一堵銀白世界 因為週五 週六冷空氣強度 有機會達到大陸冷氣團等級 根據氣象署資訊顯示 宜蘭太平山可能會降到 剩下兩度 體感溫度甚至會來到-1度 有人在享受41度的藍色溫泉 一二人在煮玉米 從滾滾泉水中撈出滿滿的雞蛋玉米 周知責的主食區也超熱門 光是16號入園人次就有800人 17 18號迎來最強冷空氣 甚至有機會上看2000人 而在太平山莊上更是一防難求 目前我們太平山的訂房率約九成 那因為明天可能氣溫就會轉乾冷 所以這次的寒流可能要見到雪的機率有點低 雖然可能看不到雪但低溫還是超有感 不少民眾在販賣部強賣各種育含物資 泡麵 暖暖包 薑木叉一樣都不能少 在山上吃那個很冷的話 吃泡麵也是很享受 有一點期待 但是可能沒有 可能氣溫還不夠低 最強冷空氣報導 像泡湯 暖暖深或是上山追雪的同時 也得留意氣溫變化 以免動壞了身體 記者王家慶 林佑芝 吳振宇 張晨諺 宜蘭太平山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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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